今天是2017年6月29日的每日雜新聞的時間 其實今天想說最近如火如荼的Payer Announced Battle Grants 因為在E3公佈了就會在XBOX上推出家用機版 不是的,是先行還是獨佔? 是先行而已 總之就是有了 其實他們在做訪問的時候表示 因為現在已經有PC版的Beta一直在玩 Beta已經賺了這麼多錢,多誇張 好像已經400萬了 是的 這就是在說PC和加雄機版的Cross Plattform遊玩的問題 他就表示他很想有Cross Play 即是PC和Console 如果大家知道 其實連老人在這方面都表示歡迎 因為那隻什麼鬼? 不是說出Rocket League的 那隻車撞球的遊戲 那隻遊戲好像都會在同XBOX和PC版 可以在同一個伺服器裡打 Sony那邊就沒有表態 從來就是Sony那邊不肯的 因為Sony經常說不行 因為他覺得自己的部機賣很多 我猜 這一方面他就沒有表示 因為反正都沒有說到什麼時候出PS4版 但是他就說 真正的問題就不是來自PC和XBOX 因為你知道他們的系統是很通的 但是他說真正的問題就是 究竟如何處理這個 手掣和Keyboard和Mouse 這種組合的公平性的問題 好嗎? 因為如果你用槍遊戲對戰 其實應該就是Keyboard和Mouse 會比較有利一點 大量有利 沒錯 如果你是玩家用版 你又連XBOX版的玩家 利用手掣對Keyboard和Mouse 其實玩起來也挺辛苦的 很辛苦 很辛苦 吊打 完全吊打 你有想過 如果你有嘗試過在PC遊戲中 用那些手掣來玩遊戲你就知道 完全是無法描述的 無法描述的 即是你用那支蘑菇和Mouse 是無法相比的 Mouse 甚至是用TrackBall 以前玩街角的 世界那些 用TrackBall覺得 TrackBall真的很準 TrackBall描述的人真的準很多 這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你說一隻遊戲是一百個人戰鬥 最後只有一個人生存 這樣的時候 你稍微不公平的話 都會令玩的人很氣餒 如果你是可以 Keyboard這樣對戰 而又經常會輸 其實非常之 等於不用玩 對 有去體驗會很頑皮 雖然 XBOX和PS4都可以 可以安裝Keyboard Mouse 照計可以 但這樣就不太能解決問題 是啊 因為你只是叫人 再賣東西 也是問題 這個 我覺得 怎樣說 其實他們真的要長時間 解決 究竟怎樣解決 離不開Keyboard Mouse 這種控制的狀況 當然 不是一定要用手掣打機才是正確 對吧 但問題是 當你越來越多 遊戲經常都在強調 比如說 PC版 然後 同時有XBOX版 你知道 就是 E3的整個主旋律 差不多是 的時候 你必然會出現這些 因為 很多這些大遊戲 怎樣都會加些 Multipay的部分 特別是你槍遊戲 這個問題 更加具體出現 極之嚴重 極之嚴重 真的不容易解決 我覺得這個 我就覺得分伺服器比較好 是的 如果這樣是分伺服器 但是 PC版已經賣了這麼多 分伺服器 就挺不利 特別 如果大家知道之前 我們也有說過那一件 就是這個 Destiny Destiny 因為那些機器 不同的平台 擔心 擔心有差異 然後就說 不如全部平台 鎖死在30個 說真的 這樣無謂 對 你砌一部超級PC 那些玩家 會很虧 那無謂 如果你說 你PC超級強的 又行4K 又行4K 但是告訴你 為了公平性起見 一進去Multipay 就全部人一起 30fps 現在不是這樣的 OK 因為應該是不超過 應該是 都沒有引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 非常之有待解決的問題 好 我們每日新聞的時間來到這裡 好